我们不妨可以看看这个所谓培植个人势力, 现在有没有人在培植个人势力? 有,习近平是个人势力。 这个在他的角度是对的,是必须的, 但你其他人搞就不可以。 我们不妨可以看看现在整个布局是怎样的, 可以告诉你, 习近平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令到没有人能够挑战到他, 他现在在未来的接班人裡面, 可以看到二十大,他不会亮出接班人。 好了,现在他说要有人接上去, 现在有可能会接上去的人, 一定要在两至三届之后, 才可以所谓接上去, 即是做未来的领导人,中央领导人。 这个所谓未来两三届计起来是10至15年了,是吧? 即是习近平一过了二十大, 又能够留任的话,一定是顺风顺水的, 因为他已经是没有接班人亮出来, 跟着现在数一下, 政治局裡面有哪个人可能会接班呢? 除了习近平之外,政治局委员有24个, 但可以讲是没有,没有一个可以接班。 因为你们看政治局常委,连同习近平是比较最friend的, 谈到那个王滬宁,是吧?他已经三朝圆导了, 但是王滬宁,他在党内最关键的位置, 就是中央政策研究室, 这个位置现在已经被另一个人取代了, 换句话讲,王滬宁在十九大之后, 那个位置都会慢慢慢慢下降或者影响力, 就类似王滬宁的了, 王滬宁我相信他在二十大之后都拜拜了, 是吧?因为他的作用已经完了, 在十九大帮习近平打破了那个年龄关, 即是69岁仍然可以做国家副主席, 为习近平打破了这个关口之后来讲, 你已经是隐形眼镜contact lens用完即器了,是吧? 其他的,如果简单数来讲, 李克强有人说可能会挑战习近平, 我稍后会详细讲究竟挑不挑战得到, 跟着栗战书,栗战书阵律就有,是吧? 他怎会反习近平怎样反习近平呢?是吧? 跟着汪洋已经转跑道了, 而且即使你再回来, 让你留在那裡,你都起不了作用的, 甚至上不可能再出现团派, 所以你这个拉邦结派是很难存在的, 跟着刚才讲的王滬宁都逐步逐步out, 跟着还有一个韩正, 韩正因为他现在有一个实务, 尤其是对外经济等等。 但是他能不能够取代习近平呢? 不会,绝对不会。 因为这一个来讲要讲经营的, 是吧?经营,你估是一、两年了, 王滬宁在这方面的经营也不足, 到最后赵乐际其实已经是给其他人, 国内已经看到了, 有很多的工作是由杨晓道来处理的。 种种就显示到, 根本没有什麽人在拉邦结派, 但是他把上方宝剑先砌了下来, 就看你以后怎样了。 这一个是绝对稳定习近平的权力的。 好了,在规定组织规定裡面, 又有一条,这条又是很绝的, 以前不会这样强调的, 以前是很细眉细眼弄了一条, 现在是由官方宣传裡面是特别提出来的, 是什麽呢?就是所有党员,不止是高层了, 所有党员,如果你是严重违反 个人有关事项的报告, 即是申报你的情况, 包括你家庭状况如何, 你的子女有没有在外国, 你现在是否裸冠,你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等等。 现在裡面的规定, 你如果说是违反了申报裡面的规定, 即是你对党隐瞒你的真实, 你对党的忠诚有多少等等。 这个我经常讲,我们没有人知道的, 几位都未必知道, 它管的范围裡面所有党员的表现,是吧? 尤其是有很多党员未必是官来的,是吧? 它不需要好像公务员那样, 尤其是领导级的公务员, 它要向你上级申报的,是吧?不用的。 所以在这裡, 党中央很担心会不会有很多事隐瞒了, 它本身都不知道, 尤其是如果是这些所谓的边缘, 其实在下面结合了很多人, 它们又不是好像高层那样,要互相监督, 到最后这些人,这些群体很可能, 才是最大的不稳定来源, 所以就好像等于现在对任何东西都要禁制, 什麽东西都要实名制, 你去哪裡都要出行马、安心马等等, 到处都要夹实,它才觉得稳定, 所以现在就要所有党员是自己申报了, 这个申报有两个特点了, 第一个就是说, 第二天如果我查到你有事的, 而你没有申报的, 我一定可以用你这些内容来割你, 第二个就是说, 你自己如果害怕起来的时候, 你会主动很多东西是向阿公交心的,是吧? 这一件事老实说我又不反对, 因为你自己是选择的,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就变成了党是可以无任何的压力之下, 你全部的人都弄出来, 然后你申报的材料, 它是拿来觉得你对党很忠心了, 还是拿来作为第二天有需要的时候, 弄你的材料呢? 又不知道的,是吧? 所以这一类的例子已经很多, 这些事有些香港人都领教过的, 不是去到那裡那麽高层次, 什麽党、政治不是这样, 而是国内有些事件觉得你犯法, 跟你交代政策, 你坦白重宽,抗拒重严, 现在我掌握了你那麽多, 其实它未必有资料, 然后说你认不认,你认就轻捕, 结果曾经试过, 发费取取,息事宁人, 走了算了, 怎知拿着你所谓的认罪材料, 跟着用他们的方法, 法律等等,跟着就跟进, 这些来讲, 虽然你说可能不是很多的事例, 但是你一个、几个出现了的时候, 你这个负面的效应, 别人觉得你用法律作为一个工具, 这些负面的效应已经出来了,是吧? 好了,所以现在党外规定是弄这麽多东西, 跟着大家就说,你弄这麽多东西, 是否遵守的?我刚才都讲了, 它把上方保券放下来, 集不集下来,决定权在它那裡, 于是大家就开始计数了, 我又不是党员, 我又不知道党那麽多东西, 但是有些党员的人士, 它自己本身都有不同的表现, 我没有办法将它很完整地归纳, 但是这些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因为它裡面讲的全部是原则, 是没有一个具体文字表达, 什麽才是遵守这些原则, 什麽才是违反这些原则, 所以就各自演绎了。 其中有些人开始感觉到, 咦?是否可以先做事呢? 怎样呢?就是习近平最近也都在他的军方裡面, 其中一个规定就是将两个维护放在, 第一,军队的战斗力以前是两者, 即是从政治上面稳定,战斗力过关。 以前就是战斗力是放第一位的, 跟住后来就变成战斗力与政治忠诚是平衡的, 现在最新下去军队裡面的要求, 就是将两个维护放在第一位, 即是维护共产党执警和习核心, 放在第一位,战斗力这麽大件事, 人家如果欺负到你上面, 你战斗力现在放第二, 这裡其实反映了一件事, 无论北京也好,军方也好,习近平也好, 都判断暂时中国对外的战争, 不会迫人眉睫的,是不是? 如果不是,他怎会将军队的战斗力放在第二呢? 现在如果中国对外是有军事上的磨擦, 多数都是中国这方面, 譬如对台湾有些动武等等, 是在这方面出现而已, 所以去到这个时候来讲, 大家都说既然你习近平那麽喜欢, 大家歌颂你,围绕在习核心附近, 你才安心的,于是是不是军人呢? 现在都在这些全部做了形式主义的,是吗? 你看现在国内有些人去反对H&M等等来讲, 有些人都举了习近平语录的, 这些是无需要的, 但是这个气氛是他喜欢的,是吗? 另外一种表现是怎样呢? 就是大家都觉得我很多人, 包括很多高层领域都不会挑战习近平的, 但是不知道你何时会不会你主动开枪吓的,是吗? 这个来讲是维护它稳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等于打一场足球, 进攻往往是最好的防守,是吗? 所以有些人开始想想, 我都要怎样做好自己了。 我刚才讲过,政治局常委裡面, 基本上没有什麽哪个会, 亦都有能力去挑战习近平, 是没有什麽的,没有的。 现在大家有些人在焦点放在李克强身上, 甚至上有些外界演绎, 这一个新调整过的组织处理规定, 是针对包括李克强在内的, 习近平认为是不稳定因素的。 我们最近可以看看, 有些迹象可以看到的, 我所指的迹象不是说李克强反习近平, 而是说客观效果是他自己本身都要保护自己。 好了,其中一个迹象就是, 大家看到那些小粉红猛碎割那些所谓, 我碎割不用新疆棉的外资, 于是大家列了大堆名单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李克强就访问其中一个外国体育名牌的原材料生产基地。 这个的巧妙在那裡呢? 其实现在人家说我不用新疆棉, 你不可以骂人那些,为什麽呢? 他真的没有买新疆棉的, 因为这些企业,外资服装这些企业, 他没有买新疆棉的, 他买的是什麽呢? 他买的是用新疆棉做的布,是吧? 他怎会去买棉花, 然后自己再做布,然后再做衣服呢? 大家想想这麽简单, 他买中间做布的人生产材料, 他们去哪裏?没问题的。 结果当然是有个别的外资, 他是因为顺应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 或者他们那边的政治需要, 但这是相当小的部份而已。 外国现在很明显讲到明, 他们的做法就是挑起中国共产党那条筋, 结果他一挑,你自动整个弹起, 跟着小粉红大家继续表演,是吧? 所以李克强这个时候去参观另外, 不是参观那个厂, 是他的物料、生产商等等, 这个是否一个平衡? 你最低限度对外国表现起来, 你都好看些, 因为李克强很清楚, 过去中国共产党花了很大量的时间 去经营欧洲关係, 而很多都是由李克强主理的经贸关係, 包括最近新签了那个中欧的投资协定, 这个其实谈了好几年, 中国一直不肯让步, 怎料美国新政府上台了, 中国即刻勤劲自己作了很大让步, 记住这一点他自己不讲的, 是作了很大让步, 然后急急去签中欧的投资协定, 结果你一搞窩了这个中欧关係, 你现在制裁那些很多是欧洲厂来的, 欧洲那裡即刻就讲了, 我不谈你这些投资协定制, 按下不动先,他没有说取消, 所以这一件事李克强觉得自己有份投放下去的, 经营了那么久的中欧关係现在弄了, 尤其是有很多是德国厂来的, 大家看不看到, 这一件事是中国最需要的, 跟德国维持好的经贸关係, 所以你看见李克强又去的, 习近平会不会去呢? 习近平这个时候,你见他在新疆面的问题, 习近平都没有出声, 因为为什麽呢? 这个从他的角度,进可攻退可守, 因为如果你的情况处理得不好, 他可以将一只锅射到政府系统, 你找别人来背锅, 是吧?如果是好的, 那些外资又可以听话了, 这个到时宣传机器在习近平手上, 当然讲习近平英明神武了,是吧? 所以李克强一定要做好这些功夫, 就等于在疫情那段时间, 李克强一定要到处去视察, 告诉他我有做事的, 不是单单你习近平, 不是单单你指派的孙春兰, 这些是中国政治裡面很微妙的走位。 好了,大家又不妨再注意一件事, 现在未發生的, 但是大家可以去观察, 看看会不会出现的,是什麽呢? 现在中国为了突破美国或者欧洲的封锁, 现在中国在寻求, 就是习近平可不可以出访呢? 即是去外国访问, 现在因为疫情问题, 但是其实很多在酝酿着, 假如习近平先创开了一个, 就是去南韩和日本访问, 因为这个已经谈了很久了, 是吧? 如果在这裡去到的是习近平的政绩, 好了,大家留意一下, 去美国暂时不会, 因为双方都放了消息出来, 美国暂时不会想这个问题。 大家将个焦点放到习近平时, 有没有留意外国现在也有一些消息出来, 习近平是党的总书记, 又是国家主席, 他不是管实事的, 是否应该邀请李克强去呢? 大家知道是名正言顺, 如果他大家邀请的时候, 又是外国邀请, 就是邀请李克强先去, 这个是很微妙的迹象, 即是由李克强先过习近平去外国访问, 大家观察一下, 如果你说不是,都是习近平先去, 这个很正常的, 但是你想想, 从一个政治发酵的角度, 如果李克强是有需要出外访问, 而解决中国对外的问题, 而后来他也是如果结果是去不了, 或者不是及时去到, 而是一定要厚于习近平的, 裡面说明什麽问题? 是不是真的有人阻止? 有人要显示这些政治的先后等等, 这个来讲, 无论真正有没有, 可能习近平没有, 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外界便会炒作了, 所以大家看外界打这些外交战, 真是欧美与他的盟友是大家一致的, 为什麽呢? 大家有共同理念, 就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普世价值, 如果北京不承认这个普世价值, 北京就是他们共同这方面的敌人, 经济上可以继续交往, 所以整个局, 是不是原来背后有那麽多东西看的? 我今天时间问, 我只能够讲那麽多, 以后怎样呢? 继续大家关注下去了, 好,今次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